戴着口罩压神帽刻意遮住脸孔特征 他就是杀害女友气失的香港籍男子陈同佳 手里托着粉红色行李箱走进中山捷运站 立头装着正式女友尸体 独自前往主委捷运站 气势完后又托着空行李箱返回中山站 把时间往前推 当时情侣俩开心推着粉红色行李箱 走进旅店大厅 这一幕成了潘信女大生的最后身影 因为不到半天时间 剩下男友独自在旅店走到近处 女大生万万没想到原本用来装旅游 购物战利品的行李箱 成了男友作案用的移动棺材 小两口甜蜜合照来台第一站直奔高雄 手牵手在彩虹教堂背对镜头 留下B型合照背影 长发大眼镜露出甜美笑容 她就是惨遭杀害的21岁香港籍女大生潘晓颖 就读当地专业教育学院 是零件代理工厂千金 20岁男友陈同佳 则是香港理工大学副学士 原本来台旅游庆祝情人节 却在17号当天一切变了调 警方摸黑大动作 在主委捷运站外搜索 因为潘晓颖就是被气势 在这一大片树林里 虽然警方很快就掌握 气势地点在自行车道附近 但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去不断喊着潘姓死者的名字 说赶快让我们找到你 赶快让我们带你回家 讲不到10分钟 果然就在树丛堆发现遗体 甜蜜旅游怎么会变成杀人气势 死者父亲提供从女儿提款记录 让警方锁定男友提令两次 设有重嫌 加上验射后发现死者舌骨断裂 初步怀疑遭到掐使后气势荒野 比对时间点 两人上个月8号来台 情人节前一天被上入住紫园旅店 三天后还一起回饭店 却在隔天只剩下陈同家单独出入 最后爆出惊人气势内幕 刚女父亲来台找了三天 终于找到女儿下落 但却成了一具冰冷遗体 千辛万苦跨海巡女 叫她如何接受这白法人 送黑法人的悲惨结局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